哈喽大家好,我是DB 坐在我旁边相信很多朋友也认识 我的好兄弟好朋友 著名的感情和心理专家 上棚盛老师 因为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朋友 跟我们取得联系 然后希望给大家提供帮助 但说实话我个人能力也好 或者整个古惑仔团队也好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尽可能给大家提供帮助方法 接听热线的方式 然后来给大家解答各样的疑问 包括给出很多建议 也希望这些建议可以帮到你呢 已经不断的有朋友把热线打过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接热线 喂,你好 喂,DB哥 你好,你说吧,我都提不见 我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你 我现在也在看你的直播 有什么问题,咱直接讲就好了 我现在有一个谈了两年的男朋友 因为我已经28了 然后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是一些个别的原因 然后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结婚 个别原因是什么 我很感兴趣 嗯,就是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他有一个老婆 但是还没有离婚 他是已婚了呀 嗯,对 那他现在是结婚了还是离异了呀 嗯,还没有离 离了他肯定不是问题了 那你现在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就是想让你给我一个建议 我现在我也特别纠结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给你什么建议呀,妹子 赶紧跟这混蛋分手 你现在别跟我说你俩真不真爱 你现在是小三儿,你是不是知道 他说他和他老婆没有感情了 他没感情,他离妹离婚了 咱中国是有法律的 他没离婚,他现在能娶你还是能怎么着的 他说他会和他老婆离婚 他说的会 哎呦,上老师,这个妹子你多大呀 我怎么听着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 他有老婆这个事实,有孩子这个事实 你一开始就知道 一个男人出来烈焰,不离婚 他怎么可能说我爱我老婆 然后我再出来跟你保持这种关系 人都是怎样的 先是经过自欺,再去欺人的 你先骗自己 帮着对方,一块骗自己 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之后 觉得有了感情 那么你跟我说 你们的感情好在什么地方 他平时什么东西也都给我买 自己没有时间也会多抽时间来陪我 他给你买什么 最值钱的,最贵的是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他给你买啥了呀 手机啊,包啊,什么都买过了 那然后你之前有过情感经历吗 你在遇到这个男人之前 我感觉你应该没有现在这个爱我 我就这么跟你说妹了 你想让我干啥去 你想让我去给人家拆散吗 还是把你扶正啊 你才有建议啊 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赶紧让他滚蛋,你知道吗 赶紧跟他分手 我当时他要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说他会和他老婆离婚 然后所以我再 他跟你好我两年 我跟你说你再跟他好两年 他一样娶不了你 你就听我的行了 这个男人啊,我告诉你 他能背着老婆把你发展成小三 将来他即便跟你结婚 可能他背着你 跟下一个小段开始好 明白了吗 女人的蠢蠢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才能降服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虽然是个花心男人 但他遇到我之后 从此之后不会再花心 拉走我跟你说 那就是因为范冰冰不跟他吼 范冰冰如果跟他吼的话 分分钟就把你甩了 就把你踹了 所有的女孩不要心存幻想 你找一个已婚的男子 这是个极度危险的 这个男的他是渣男 他固然渣啊 但是你没想一想 你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吧 你心灰情愿给人当小三 当了两年 这个地球上找不着男人了 还是好难死绝了呀 你什么价值观呢 你跟我说说 我觉得他并没有太大的感情经历 他不是光不光彩的 你现在要解决的是赶紧止损 知道吗 做生意都讲了又一个止损 感情也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我当时跟他在一块 就是因为相信他 但是我等了两年都没有等到 你再等二十年也不会有结果 我跟你说 包括现在所有看直播的朋友 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别拿爱情来说事 你两个人如果要是 真心在一起的话 你怎么谈都行 但如果你知道对方是已婚的 别管他感情好不好 就跟着说滚蛋 他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他可能还这么扒着盘子里的 这种人就不是什么好鸟 直接让他滚蛋 赶紧跟他分 你要是听话的话 你就赶紧跟他分 嗯 好 谢谢你 那我挂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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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完我都圣活 我都不 多少的渣男才能练就一个聪明的女孩 这种事太多了 我觉得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说吧 说吧 妹子 好的 我给你咨询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事情发生警察时 但是我现在不确定 他能不能就是 直接说事 对 你直接说吧 你别休息了 妹子 就是两三年之前 然后我爸爸吧 他就是一个开那种 小三轮子那种 拉人挣钱的那种 然后把我们邻居给撞了 撞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医院了 然后给他交了住院费 但是我爸那个人 农村人也不懂那么多 就是当时交钱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证据 人家不成任了 给他 马上要出院的时候 然后又要钱 我爸说 那就给我给你三千块钱 然后他回到家 然后又跟我爸说 他不能上班了 就合上去吗 嗯 是 而且我爸我妈傻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说他不能干活了 我妈就去给他干了三个月活 然后我妈要走的时候 他又反口说 他把我眼什么就犯了 也没有办法 人家妹妹又要起诉 我爸又干嘛的 然后把我爸弄了 没招就出去大火了 他这个 就是还能够去起诉吗 都两年多了 他起不起诉不重要啊 你在怕什么呢 主要是我爸我妈 你就看他们整个过程这个事儿 被人家整个全都套在里面 而且一点反应都没有 如果你给我讲的都是事实的话 你没有夹杂任何个人感情因素 你别说他起诉了 就是知道 他不起诉 我还得让你去起诉他去呢 撞了以后该怎么赔偿怎么赔偿 该怎么鉴定怎么鉴定 有很多部门是要拿出权威意见的 不能说他说不好了就不好了呀 他那个中医院医院长是他同体 你换一个医院就行了 我的天哪 妹子 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简单 你现在如果无力承担了 你觉得你早已经给他足了这个钱 他们纯实在讹诈了 OK 那现在停止一切对他们的借用付出 也就是说你现在告诉你爸妈 那现在完全停止付出金钱 他觉得不理亏 他就去告弃 他们在找你 拿一手机打开录音 把这事儿给录下来 我一共给了你多少钱 让他们听到 这些都有 那你还怕什么呀 你怕啥呀 OK 那你还挺聪明的 咱们从根上说 在某一个节点上 我们是过错方 原因是人确实是我们壮的 造成过失了以后 我们积极配合了 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是 为了要弥补过失 在法庭上 这点是很重要的 你首先要阐述这个事实 那个伤不是说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可以要求司法鉴定 那个东西也不是说他去哪个医院 就说去哪个医院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现在手里有录音 你在怕什么呀 咱好人还能被坏人格着了 我怕我爸我妈又让他给吓你了 你该应诉的去应诉啊 你找律师就行了 律师就会帮你解决一切的问题了呀 我妈给他干了三个月的活 然后他都把那个工资直接打给他卡里 然后回头他就不承认 你现在要做的就像勒索说不 坚决不低头不妥协 咱占礼咱什么都不怕 好了 拜拜 这几年咱们一直在讲那个谱法 谱法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有些事咱不是说特别专业 但你知道一个大块 你就会不会被人家那么轻易的忽悠了 我先听一下啊 哈喽 喂 你好 帝哥 你说吧 老铁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好好 就是我是一个河北人 在这个山东这边打工 后来让人家骗了 然后是黄岛的 你能帮一下忙吗 为什么要人家骗了呀 就是之前在一起打游戏嘛 他就是说你买不买手机 我当时又觉得接触的挺好的了 然后我就给他打钱 到最后他也没有把那个手机给我寄过来 后来我再给他打电话 又把我拉黑了 微信也把我拉黑了 是呀 你们是网友吗 对对对 网友 你们见过面吗 没有见过面 我们简单点说你现在还能找到他的人吗 嗯 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呀 你能找到他的话你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呢 但是他在黄岛区 我没有去过那里 那你想让我们干嘛吗 就是想让你帮忙解决一下 因为我一个月才挣2000块钱 然后他一下骗我1900 那你现在光跟我说一个黄岛区 好几十万人呢 我总不能举个牌子去问 就是我天天看你们的视频 然后知道你是那个青岛的 就是想请你帮我一下 不是老铁 我是青岛的 我也不是超人的 你手里没有任何的东西 他怎么骗了你手机 他让你转钱你就给他转了 他就是说他在他那边帮我买个手机 就是说别人偷的 就是各种诱惑的 OK 就是说 我别的话不听了 他都明确告诉你了 手机是偷的 偷手机是种明确的 不是他偷的 不是还有一个 他就是说年轻的缺钱 也有在那卖的 然后那说白了 你还是贪小便宜吗 我能这样理解吗 可以 我没办法去给你判断 他到底是偷的手机 还是别人给他 怎么我没法做这个判断吗 但是如果他已经明确的 给你透露出来 这个手机来路不明的话 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事呢 我当时就是脑袋一热 OK 你承认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好 那就说明没白看我视频 那我现在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 如果你能确定他人就在这个青岛的话 你直接打0532110 跟青岛当地的公安人员联系 然后你把你的经历说一下 这是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的话 我觉得就是 你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 1900块钱 觉得一点都不亏 成本还挺低的 对吧 踏踏实实上 哪怕我一个月先就挣2000块钱 我花的安心 你一下减了个便宜 你就挣了20万的话 你晚上睡不着觉 咱作为男人 作为爷们 有些事错了 就得认 认完了以后 咱下次别犯了 你不可能指望着所有的事 不是 我犯了一个错误以后 然后我希望别人能帮我把这个事搞定了 怎么说呢 我已经反思过了 我也总看你们的视频 我真的长了好多见识 我就是说 不想再让他继续骗人 咋子 所以今天你能把你的经历讲出来 现在所有看我直播的朋友 我相信 大家伙也能听到了吧 就是给大家提醒 以后别再贪这种小便宜了 这跟某子热不热没关系 如果这手机这是他偷的 他把手机给你了 你就是替他销赃 警察抓你 你也得负责任 明白我这道理了吗 我明白 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他贷款买的手机 然后他还不上了 那些人总给我打电话 让我替他还钱 这个事很简单 你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所有正规机构贷款 必须要提供身份信息 你的身份信息是外泄过 还是说你帮他贷过 还是怎么样的 没有 那你就不要怕 其实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联欢骗 你一千九上当了 这人挺好骗的 那我再说你贷款了 别人冒用你的信息了 你的身份证也没丢过 你也没签过任何字 对方无论给你打什么电话 你觉得不堪其操 把他拉黑就可以了 他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不用接 好 谢谢你弟哥 然后看了你好多视频 我的感受真的长了好多见识 真心的谢谢你 希望能看直播的粉丝们呀 以我这个教训吧 以后不管干啥事吧 都自己好好想一想 OK OK 我也很感谢你支持我们 楼铁 就是你最后说这个话的话 我其实我们还挺欣慰的 我做视频的目的 就是想借着各种事来告诉大家 别等着这事摊自己身上了 才能明白是啥意思 这才是我的初衷 明白了吗楼铁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我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 再见 好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可以支持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把它转发出去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先喜欢上这个视频 然后把它转发出去 总之一句话 微信公众号搜索 古惑仔全面加上数字66 就是这么6 有事有料 有内涵 古惑仔记录现实 爱你们 么么哒